很多人看到我們阿賓哥 用回到石器時代 用石頭去丟中國的無人機 很心疼 也很不捨 尤其那個照片還被對岸笑 但是有人去細就出來 我們早在今年 就已經開始編了43億 要用5年的計畫 要買所謂的無人機防禦系統 結果昨天事情出來之後 我們軍方說有啦 有啦 買了啦 明年優先給外島 明年 我的天啊 還有大半年 明年 戰爭都打完了吧 明年 編多少錢 43億5000多萬元 4年 5年的時間 那看一下畫面 什麼叫做無人機防禦系統 其實就是中科院 其實也沒有多厲害 它就是另外一台無人機 然後發射網子幫你補下來 這個跟石器時代 好像也沒有差很遠 但是事實上它實際上 還有包括光學 還有包括電波各種方式 這只是其中的一種形態 他還有各種形態 各種方式 要來幫我們 總之其實就不是石頭 這個偉翰你怎麼看 剛剛那個是其中一種 就是物理式的 你又往什麼往起來 還有可以干擾的 我們到底有沒有在準備 你可以發射一個波 把那個無人機讓他掉下來的 讓他沒有辦法 被原來的控制波給控制 你今天既然可以丟他石頭 我是不知道 剛剛賓和獎人有可能 槍彈分離 要不然你既然都可以丟他石頭了 你沒有想過如果你丟中 丟中他不就掉下來了嗎 那你既然都敢丟他 你為什麼不敢開槍打他 對不對 你居然都敢丟他 那如果丟到 丟到以後他就掉下來了 然後兩岸就開戰了 我為了顧及不要開戰 所以不開槍 那你幹嘛丟他 所以除非對不對 你今天石頭 如果把他丟下來 如果你擔心攻擊他 郭芳芳後來有解釋 他說執勤的是這兩位 丟石頭的是另外兩位 本來已經在休息了 自發性的丟石頭 那休息的人都敢丟石頭了 手上有槍的人為什麼不打 除非就是 所以我就說 國防部現在慢慢讓大家不相信 就是說這個事情8月16 觀眾朋友 昨天8月24才被提出來 那你過中間這8天你在幹什麼 你也沒有跟我們講 你也沒有發布 你要等到日本講說 飛彈飛過台北山空 你才要告訴我們 你要等到大陸微博 都已經放這個影片 來笑台灣金門不敢打 丟石頭 院長說掃把 阿兵跟蛋九頭 然後你才要跟大家講 有 我們有掌握 你真的有掌握嗎 我都懷疑 是看到了影片要再回頭去問 那才得到答案的 如果你不是槍彈分離 就算是槍彈分離 趕快把士官叫回來 就把他打下來 而且今天都已經這樣了 我們會不會下禮拜又討論議題 又來了 這次可能是其他地方 又被拍了 那都沒有反應 那這樣怎麼對抗 兵哥 那蘇子雲他說 其實可以用防空氣球 這個到底要怎麼用 防空氣球是二戰十二的東西 二戰 對啊 那是二次世界大戰 所有東西 那怎麼對抗無人機 他們其實那時候 防空氣球的概念就是 德國的轟炸機 低空轟炸機過來 俯衝轟炸機過來的時候 我就在空中一大堆氣球 那些氣球上面 是有掛鐵鏈或是鐵絲的 金屬條的 這樣會勾到你的飛機 勾到你的飛機 把你的機翼割斷 或是捲入你的螺旋槳 或是讓你干擾 就造成讓德國的轟炸機 或是俯衝轟炸機 不敢太接近地面 但等到德國換高空轟炸機 就沒什麼太大作用 因為你氣球要用繩子拉 所以你不可能太高 我們要用一個這麼大一台的 去對付人家的無人機 不是 我覺得孫子教授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覺得他腦袋收回來 兩岸如此緊張 今天中央政府告訴我們的 國防預算要增加 激增716億元 去年度所有的國防相關的 加起來是5147億 今天最新的數字到5863億 將近要6000億 增加的幅度大概14%到15% 那到底是不斷的軍事的競賽 我們的GDP2.2%變到2.4% 還是要從政治上去尋求和平 夏立言 民進黨一直說 你們國民黨的高層居然到對岸去 這個時候這麼敏感你還去 夏立言還真的就在張志軍的面前 就告訴他我們台灣人眾 對你們的軍演是相當不滿 農產品的這個事情 其實也對我們傷害很大 他已經表達了我們基本的立場 民進黨有人敢去嗎 有人表達嗎 沒有 都沒有做 結果民政黨還笑他 林佳龍說夏立言你就是大雄 你去胖虎家裡面求勞 還被胖虎打 但事實上後來確實 他一結束之後也滿奇怪的 大陸方面居然宣布在這個平坦的 連續兩天經營 賓哥這怎麼回事啊 其實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